第四季战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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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十四岁 是上小学六年级 就是在2009年1月十九号 那天我和我们那班的同学放学回家 就是那个超渔中和那个超学员他们就跟在我们后面 他们说我们那边往去玩 我们就没有在意就走了 回家了 我回家吃完饭之后 吃完饭后准备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躲在那个草头拿个扁扁 就躲在那后面 我奶奶出来问你们干什么吃饭没有 在我们家吃饭 他们就跑上来就打我奶奶 我看见他们打我奶奶 我就跑上去护我奶奶 他们就打我 然后我就护住我奶奶 然后我让我奶奶起来 然后我奶奶就叫鸡羊喊救命 他们就把鸡羊打我 我就打我打了好多下 我就躲在地上 躲在地上不动了 他们约我死了 他们约我死了 然后就转身走 然后我看见他们 我看看他们走没有 转起来 看一下他们 看着没事就约我队友来打 然后我就往外跑 跑房屋 准备把门插起来 他们那边一卡了 门卡住了 我又把我追在房门里打 打了 打了我就往我们家那院子跑 然后他那个曹雨忠大就说 你把他拽了我去拿菜刀 听到他们拿菜刀我就帮忙往田外跑 我再往我二爷家跑 然后那个小的就把我拽了在在职员里 然后我然后 然后那个曹雨忠 那个曹雨忠拿着菜刀就来了 然后他们就对我 在我头上实际的砍 砍了 砍了我 我还没有死 砍了好多下 就像剁菜一样 砍我 砍我头 砍了好多下 然后那个曹雨忠 一定要把他砍死 然后让那个曹雪原也砍 曹雪原去 曹雪原拿着菜刀也砍 然后他们砍了后就把菜刀扔在 扔走了 然后我听见他们扔走了 然后过了一会儿 我出息很大声 然后他们由于我没死去 快把菜刀讲来 让车也砍 把菜刀讲来 又来砍 又砍我 砍了好多下 砍了我地下不动了 才准备走 有 不能够 不能够 我的亲子受 不能够 不能够 呀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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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机头是怎么回事 就是他许鞋大概许鞋许鞋 大概跌了传病了 就是下身羊就这样 他是就吃饭了 等我们都吃了了 他才吃心里恐惧 上厕所的就是 上厕所就是怕蛆 怕蛆来了 回去我生了一打 就是一人还要动手续 没有钱 他许鞋许鞋就过多 就是下不生日就是羊 你知道到医院去查了 查两次花了五六百块钱 没查出原因 去哪个医院查的 上厕所的医院 在上面最怕怕 所以就把下面去 就是你们现在不是住在这了 现在不是住在这 我在那 在底下 在那 住里 那么他们怎么处理的 第一次是新疆是判阅的时候 就是判那个小李时候 没判 大力判武器 我猛心 我猛心赔七万多块钱 我女儿赔五万多块钱 就是我们就是没有 没有同意又上诉的 对吧 我女儿第一次判就行 对吧 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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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年小孩 他那 他那一万块钱 去我女儿抢救 这我都到 到处都借了钱 家人手续买 还没有钱吃的 现在我上面的房子 都空了在里 什么 田地都泡荒 现在他下面租的房子 下雨到处都漏水 屋的墙都漏水 在这个我母亲和母亲被打死 屋里打承 主要这件事情 我到县里部门 找了七八个月 没有结果 就是都说公安局没有决定 我基本上进城奔飞 大脑受了很大的打击 2010年的 陆历十月份的时候 我去打工 进城就是粉餐 就是我腿又被 从这个楼板炸弹 现在里面 现在里面有没有钢码 现在这个钢码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钢码从这里到这里 现在走路不能走 实验床 走路还不 还不难痛 那你现在生活来源是什么 现在生活来源 我在腿一大了 家里没有生活 没有心理来源 就是三个学生说 是很困难 你认为这个事情 谁应该负责 我认为这个事情 是公安局负责 报警 就是五次没出警 10年 1月8号上马夜 是四点多钟 打我家门 就打这个门 打这个门 我每天打电话到上海 我在上海 我给他报警 我在上海 就是打电话过来 就是没有出警 就是说是1月4号的 下半夜四点左右 就是他又打一门 又打一门 就是让他又报警 又又没出警 就是约到1月49号 晚上六点多钟的时候 把我母亲打死了 把我母亲打死了 所以我说上海报警 我 他那个 就是我的个干 干老铁 打电话给我 我母亲打死了 我女人快死也快死了 打电话给我 我报警 我打负责派说电话 负责派说接电话的时候 不可能就没人 我以后来 对 对